資深音樂人黎小田早前病世 無事今晚在電視城錄影特輯紀念她 黎小田的生前好友都有參與錄影 鬥眾包括蝕家燕、余安安、柳英雄等等 家燕姐以全身黑色的打扮到場 現場放有一本名冊 讓嘉賓寫下留給黎小田的最後說話 家燕姐都有在上面留言 聞到她心情平伏花味 她就說 其實Michael離開後 我都難過了很多天 可能一下子無法接受 加上在網上看到很多 不過我們當年合作的片段 她跟別人接受訪問的時候 對於我的看法 我更加難過 對呀她 大家知道我跟她拍檔了幾十年 對呀 我很不捨得 我很不捨得 我很感謝她的答應幫我做留在經典五十年 大家都看到我們每次出來都很開心 她跟我說 Nancy 我又有點累 我不要不做了 我說 不要啦 你看看很多歌手回來都做得很成功 我說你陪我一起做吧 她看著我 沒有啦 你說怎樣就怎樣 我還是在想 她當時是否開始身體不舒服 她沒有跟我說 那你何時才知道她不舒服 是 在四月的時候 她跟我說 Nancy 我心裡有時候不舒服 她又跟我說 我的手 不知道我身體很冷 我經常拖我的手 你覺得是否很冷 我說我穿低胸的衣服都不冷 我便走 我還不跟她說笑 你是不是想拖我的手 我問她 是呀 小年哥其實是想拖你的手 是 她又沒有出聲 很痛 想拖我的手 很難過 不過她真的很疼我 我也很感謝她 幫我做到一個如此經典的合作 這個是我們最後的合作 你很多時候陪著她的最後一段時間 是啊 我每次去看她都很開心 又告訴我沒什麼 可能她不讓我擔心 不過她真的是一個很厲害很成功的 她是一個音樂家 她在樂壇上的恭喜很大 我能夠有她做我的拍檔 我真的是無憾